外交部已就此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 美方的个别人士屡次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 我们坚决反对 当前的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美方应慎重妥善处理事态问题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的信号 同时我们也证告民党当局 不要低估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任何夕阳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企图和情境 必将遭到失败 最终只会自舍 谢谢